而同样蔡政府也是力拼年金改革 首要开刀的就是要针对的实施将近有60年的退休军工教18%的优存利息 全需部就建议了退休公务员月退金至少不会低于32,160元 如果高过这项楼地板标准的话 那么18%的优惠存款将会全部来取消 这估计了如果改革成功 国库每年可以省下了800亿元的利息支出 不过今天全需部也澄清了 只是选项之一还没有定案 面对立委质问 全需部部长周洪宪赶紧解释 因为建在悬上的年金改革 传出全需部就建议军工教18%将全面废除 退休公务员月退休金所得不得超过楼地板标准 我们是在报告说18%要怎么改 我们还没有定案 但是如果改的话也希望能顾及做事 也就是收入比较低的 最低的一个收入 地板以下的就都不改 这是很多年的意见 强调还没定案 因为看看原本建议 原本18%优存改革 退休公务员 月退金所得 一旦超过3.2万就取消18% 低于门槛则可保留 楼地板标准改革成功 估计等于为国库省下800亿利息 但以目前13万的退休公务员而言 18%加上月退金 月入3万元以下的不到1万人 也就表示至少12万人超过3万元 都会受到影响 我们没有建议32160 我们只是说32160 只是其中的一个选项 实际上我们是依照大法官会议 280号民国80年首座了 我们是认为说 这个解释也可以参考 联金改革第一步 要从拿掉退休公务员 18%优存闲开刀 但怎么调整 拿定楼地板标准 小英改革在先压力锅 恐怕还是得凝聚社会共识 欢迎讯讯罗宇翔 吕佳恒台北报导